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白了 你在歌舞伎厅受了气以后就看这些戏来出气 对吧 一影一下 看抗日战争啊 看抗日剧啊 怎么这个事情 奇怪就是有些事慢慢的就在发生变化 你知道吗 没有按说抗日 对吧 这打日本 当年咱们拍的电影也有像平原游击队 不会让你产生喜剧的这个效果 现在呢这个导演倒也没好像也没 你也不能说他是想拍成喜剧 可是实际上为什么看到我就哈哈大笑呢 有吗 我没有看 但是因为咱们要做这个节目 他们给我找来了一些 我待会给你看一段你知道吗 就是恒店名菜现在叫 恒店现在是中国著名的抗日根基地 就是恒店 由那个演那个鬼子那个群众演员 然后一天死三十一回 在不同的剧统 统计了一下 总数那一年死十亿个日本兵 一年十亿怎么统计出来 就是说有多少的业余演员民工 是演日本人的 十亿 平均他总的那个群众演员啊 华家好几千 人次 然后那个一年不许三百多天嘛 工作天三百 那就乘上一个数 然后一天里面死好几次嘛 那要NG嘛 你说他这个要要要重新进口 Boss Boss 所以总数十亿人次 日本兵 而且问题是怎么死的 那家伙很有咱们的中国功夫 就是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抗日奇想 这还不是新的了 你知道吗 这抗日奇想里边 这个中国这个这个人啊 会那个什么 鹰爪弓 就手一摸 这个小鬼子啊 从头顶到脊椎 寸寸断裂 然后站在山顶上 撒那个暗器啊 那个小金汁 你知道吧 哗一啪 一片片 一片片鬼子就到了 最新情报 这人已经派去保调了 他离调 晕倒还有十海里 所以他们就说 有个恒电名菜 就是抗日奇侠里边的一个情节 叫做什么呢 手撕鬼子 怎么手撕 手撕 手撕 就说我也没看过 那就是说 手撕包餐我们家有 就撒一下 就 就撕掉了 手撕鬼 所以他们我看 已经微博上都讲 说是看到咱们这个抗日剧之后啊 就深切的感触到 就说这个日本的 抗日战争啊 能撑八年 真不容易 还能敢跟我们打八年 我家 关东军所以不敢出动 五百多万都缩在满洲 咱们看看这个抗日奇侠 怎么手撕鬼子 我家 这个 儿童不义 你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我们还有几张照片 这就是刚才那大汉 手撕鬼的那大汉 你看 这一拳出去几米 然后你再看下边 下边是什么 这是吴奇隆 吴奇隆靠演这个电视剧 火了 现在说一集50万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女兵不错 然后你看这个 吴奇隆 每次就是皮夹克 哈雷摩托车 而且就是那个 打日本的 打日本 交着那个大背头 就是问题是 那个时候就有了吗 谁知道 就是说这种剧啊 它问题是除了耍帅之外 每次这个吴奇隆 要打仗之前 都要搬一把 那个欧式的沙发 坐在那 摆成那种裤 很洋 就这样 他把这仗打了 你说这叫什么呢 所以说 现在 我不是 现在看这个 就是在 在日本看 日本的一些电影啊 关于战争各方面的 也会有 特别是每年到了 8月15号前后 日本叫中战日 我们叫他们的投降日 也会有很多 关于战争的 当然更多的是 在给老百姓讲一个 就是战争是不应该的 是不要去做的 也会有一些打仗 也会很惨的一些东西 就不会说 他们怎么神乎其神啊 这种根本就 他们会不会描写 对华战争啊 我看的很少 不是说没有 就是在一些电影的一些 一些片段里面会有 包括对华战争 他们在 那个看战争 我们讲看战争期间 他们在北方 比方说跟俄罗斯的间谍啊 还有中国间谍 国民党的间谍 怎么斗的这样的 电视剧我看到过 但是也不是说 把他们自己描得 神乎其神啊 你能大致估计一下 就在日本 你能看到的电影 电视剧里面 比例 讲战争的 就是现代 二十世纪战争的 大概有个多少 有没有三分之一 都大不了 没有 没有 五分之一 从老片里面 可能五分之一差不多 有 五分之一这样 讲战争的 特别从新的内容里面 战争的很少 这么多 以前呢 我们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日本电影 有些拍的好的就是 日本还打海战啊 三分五十六 阿海军 阿海军啊 那些是拍的比较严肃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他有一些军国主义的立场 但他总的来说严肃 之后啊 有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所知道的 日本的连续剧 跟日本的电影 没有写中日战争的 你看 我们数得出来的 什么追捕啊 什么忘乡啊 雪怡啊 对不对 还有阿信的故事啊 银次郎的 对不对 游三杰考啊 所以我们数得出的 日本的好的电影 在老的这个 黑泽民以前那些 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部 是写中日战争 电视剧也很少 就 中国的舞台上 我这样来说吧 你这样说过分不过分 就古装戏 三分之一 当代戏 三分之一 就媳妇的美好时代啊 什么什么 另外三分之一 抗战争 解放战争 差不多 阶级斗争 而其中抗战的比例 是非常高 所以三分之一是有 但是日本的真的很少 你如果要讲 日本的真正多的 现在就是我去了 这些年 我觉得最多的 关于这种打斗的 就是警察的 警察怎么破案 警察的这些电视剧 电影比较多 那就像以前的人 就是说电视剧拍什么 咱们就西方 不就争论这个问题吗 暴力血腥肯定吸引人 但是呢 暴力血腥直接派 派多了也不允许 不行啊 所以你照上一个壳子 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 原来呢 抗战是个壳子 背后是爱国宣传 是中国的 中国的任何一个统治力量 从军阀到国民党到共产党 都要讲抗日 你不抗日 你就根本在国家 你就没有任何代表性 对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慢慢转变了 现在被偷梁换 他后面现在是娱乐 这个娱乐就是暴力跟色情 就武打片嘛 就武打片 对 我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 就是说中国人民 有的时候 一部分了当然是 一部分中国观众啊 我觉得也是 是不是有点没心没肺啊 就傻乐呵 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比如说看这些东西 收视率很高啊 我刚才说这个抗日旗侠呀 都卖到一级两百万 你知道收视率非常高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 就是刚才这个手撕 对对对啊 看着呢 可是你知道啊 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抗日战争啊 就是中国军民伤亡2500万 伤亡2500万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好家伙你 八年 对八年 你看的时候啊 这个人 你看 大家也乐乐呵呵 所以你看我记得啊 要不是说中国这事 弄不能就弄成后现代了 就是你觉得这玩意挺荒诞吧 可是他好有一笔 就是有一个西方 也是拍这个暴力的美学的 这个谁啊 塔伦坤 塔伦天奴 塔伦天奴呢 拍了一个什么呢 希特勒 你记得吗 希摩希特勒 这个比比特演的那个 那里边也是有一点恶搞 是吧 展示血腥 就是杀这个德国鬼子 也好像也是很夸张 但是你看 那个电影 在欧洲 引起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反对 就是人们触动了人们的就所谓良知吧 有相当一部分团体就说 怎么可以这样 就说是这个对德的这个纳粹 是我们跟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多么深的一个伤痕 对你有点 对你有点 那他哗 杀死一德国鬼子 在血 就弄这个 看他不舒服 但是你看 咱们就收拾还很好 因为抗日有个政治正确性 这我就觉得很 咱们现在导演说去广告 就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